那个柯文哲怎么寄到那个赖清德呢 网路抖音影片疯传寄票员 竟然把柯文哲的票寄到赖清德那栏 以为台湾很民族的国家 各自借国自家 选举都落幕了各种假消息 还是盛销成上 但偏偏中国的app抖音小红书 正是十下年轻人 网路世代最爱用的社群平台 九位大选民进党流失大量年轻选票 中常会上就有常委提出 为了跟年轻人建立沟通对话的管道 抖音不该禁止 对民进党我讲老实话 的确是一个困难的一体 禁也不能禁 用也不能用 采取的方式就是 用其他的这种新媒体语明的方式 去加强 它就是一个软体 那你禁止这个软体 我听起来也是蛮奇怪 但这个软体背后所透露的假信息 是我们要去回击嘛 政府也要正式 但是不是说正式是为了民进党 那没有意义的 正式是说 不要用这些错误的讯息 引导大家走到错误的方向 被年轻人昵称为脆的meta 社群平台threats 许多政治人物开始办起账号 前一晚 肖美琴PO出跟赖清德的吃冰照 赖清德发文跟蔡总统呛瞎 说跟你比起来 我已经赢在起跑点 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的好 贴文曝光不到一小时 就狂吸超过1.6万人按赞 总统还在底下留言 我们的眼光都很不错 肖美琴则回 那你选猫还是选狗 用年轻话语 尝试互动引发回响 网友大笑 这是总统级的废文吗 赖清德狠起来 连自己都呛 很多人在谈说 为什么青年世代或网络世代 只支持科文者 但我个人的观察是 青年跟网络世代 不是只支持科文者 而是他们只熟悉科文者 大家还是会使用YT 使用IG这些频道 很多民进党的政治的领袖 他可能平时不太发文 也不太发影片 这非常可惜 你应该要用更多影音的方式 然后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本身没有在做内容 你的支持者没有东西可以转穿 如何拉近你跟年轻世代的距离 成了选后民进党新课题 明日新闻林静宋宏林 台北报道